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新闻 新西兰最炎热的季节已经是到来了 一项今年10月1号就已经生效的法规 可能是要在这个时候凸显出作用了 这项法规是如果将宠物单独留在车里面 那么主人可能是面临300纽币的罚款 这个法规的主要目的是担心狗狗的主人 在夏天把狗狗留在车里造成这个致命的伤害 那么以前呢也是有大量的这个类似的事件的发生 在新西兰的夏天呀 这个封闭的车厢里温度是上升的非常的快 而且就算不是封闭的车厢 你开着窗或者是说把车停在这个阴凉的地方 其实呢区别也并不是很大 如果这个气温是高到了30度 那么5分钟之后这个车里的温度就会上升到39度 而30分钟之后呢就会上升到49度 这样的温度呢对人和动物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是可能造成这个脑损伤或者是死亡 也有狗狗会呕吐休克或者是发心脏病 我们相信呢这个宠物的主人呢都是非常喜欢宠物的 很多悲剧呢都是因为粗心大意才酿成 相信这个新的法规执行后呀 很多主人会更加的小心翼翼了 好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我们的新闻报道过 奥克兰市中心的Key Street即将进行这个道路施工 引发了当地居民和商库的不满 他们甚至是威胁市议会要采取这个法律行动 那么一位业主代表表示啊 这工程是完全没有经过公事程序 而附近的居民呢也没有得到发表反对意见的机会 针对这个情况呢 奥克兰市交通局今天是做出了回应 他们说即将展开的这个工程 对附近的居民来说啊 绝对不是什么新鲜事 相关的改造工作呢 已经是被讨论了六年之久 那么交通局的经理就表示 交通局和周围的商家居民 已经是进行了多次讨论 甚至是根据他们的意见 已经改变了这个规划 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认为 整件事情是缺乏沟通的 那么奥克兰市议会的这个长期规划 是将这个K Street从四车道改为双车道 从而留出更多的步行空间 打造新的这个全新的海港娱乐休闲区域 好继续来看 工岛联合政府昨天是宣布 将对新西兰的工签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 移民部长Ean Liss Galloway表示 这次改革的目的呢 是为了简化这个工签的发放程序 为商家企业提供更多的便利 但是有人就分析说 这样一来呢 申请新西兰的这个工作签证 将会更加的困难 移民部长就认为 现有的政策呢 对这个雇主担保海外劳动力的 这个资格审查呢 是非常缺乏的 导致这个剥削员工的现象呀 十分的普遍 一些记录很差的企业 仍然是可以雇佣海外劳动力 甚至呢 还出现了这个买卖工签的恶劣现象 那么这次改革主要要改革的 就是这个雇主担保工签 未来啊 这个雇主需要通过严格的测试 才能够取得这个担保工签的资格 并且呢 是设定了一个有效期 有效期呢 是12个月 过期以后呢 需要重新的来申请 这样一来呢 是不仅是可以提升这个雇主的质量 很大程度上呢 还是可以减少剥削员工的现象 还有一点呢 是更严格的测试 可能会促使这个本地的雇主 去雇佣更多的新西兰本地的人 改善就业的情况 目前呢 这个改革草案呢 是已经进入了公事阶段 这个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 是2019年3月18号的下午5点 好 继续来看国际新闻 在一些国家拒绝华为入市的情况下 莫达峰意大利公司是出面力挺华为 这家公司的CEO在活动中表示 华为的行业地位 在5G领导 5G领域的这个领导能力 是得到了专业的认可 他们说 华为在5G技术上呢 是最佳的选择方案 还将继续呢 与华为合作 除非这个意大利政府是明令禁止 那么他们还表示 事实上华为已经是这个巨大市场空间的领军者 这得益于华为这个卓越的技术能力 在2017年10月底的时候呢 莫达峰意大利是携手华为 打通了意大利第一个5G端到端的链接 那么一年以后也就是现在 米兰市内支持5G的这个基站数量 已经是达到了120座 可以覆盖呢 米兰80%的人口 那么莫达峰意大利公司的人就表示 因为华为的领先技术 米兰将会成为欧洲的5G首都 好 感谢您关注这一时段的WTV News 正点博报 我们待会儿见 新闻今日谈 由以下商家联合赞助 下载PyraAPP 水工变工油漆工 就在您身边 把范汤森凯文和多年分行销售冠军 您可信赖的中区房产中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听收看新闻今日谈 新西兰我是David政经纬 大家好我是Summer 是的 圣诞节还没到 圣诞老公公已经发礼物了 在今天政府等于是提早发放圣诞礼物给大家 没错 圣诞老公公就是Ian Liz Galloway 他在今天宣布说新西兰最低工资 是将于2019年的4月1号起 上调到了每小时17.7纽币 比目前是高出了1.2纽币 对于一名全职的工作的职场人士来说 这就意味着每周的税前收入将会增加48纽币 是的 当然最低工资的增长是在工党当年在上任的时候 他们就做出承诺到2021年的4月要最低工资到20块钱 20块钱 这是一个雷打不动的目标 因为选举各方面也很重要 当然我们可以从这张图表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把时光倒退到10年前2008年 当时2008年的最低工资多少 是12纽币 12纽币 随着时间那时候国家党开始执政 大概每一年调多少 5毛钱 5毛钱 那当然到了2017年国家党交棒之后 工党就在2017年的时候多少 15块7毛5 15块7毛5 对不对 15块7毛5 15块7毛5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数字开始从2017年的这个之后 速度要开始加快 因为在2018年今年的4月 我们看到薪水已经到了 16.5纽币 是那明年4月 明年就刚才我们讲的17.7纽币了 加了1块2毛钱 这个 当然我们回头讲一句实在话 这个对于加最低工资 大部分的劳工朋友都很高兴 可是我们必须讲这个钱不是政府出 是这个雇主出 老板出 只是政府通知雇主 你该出钱了 你要给员工加薪 对不对 但是没有看到政府在这一次的新闻稿里面 没提到政府对雇主有没有什么减税 利好的一些措施 你要雇主多付出 那你有没有照顾雇主 对不对 比如说我给你减点营业税 对不对 这样一点 那你呢 也不要做那种好像亏本争议嘛 对不对 你们觉得 是就是双方平衡一下 大家心里平衡了 才会这个企业运转 给国家交税什么的 大家都开心 因为往年加薪的这种新闻 都在每一年的2月 开年了 大家上工了 政府宣布我们4月1号 调最低工资调多少 但是你们注意到今年的时间点 提前很早 所以我今天看到的时候说 现在就宣布啊 过圣诞节了 对不对 给大家一个大礼物 调的不多 一个钟头才多一块 两毛钱对不对 可是各位要知道一个劳工 如果你公司有一个员工 一个老板一年下来 这个员工身上你要多付出了 2400 一年吗 一年2400 96块对不对 2496块一个员工 如果你10个呢 就24900 对 这些都是由雇主来承担的 承担 如果20个你就要5万块 对 要付出去了 所以这个最低工资的调涨呢 这个对很多企业组来讲 大概是压力 本来是每年到2月份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压力 今年压力连节都还没过就提前来了 因为往年是5毛 5毛 今年翻了一倍多 快啊加快脚步啊 对不对 以前是7毛5最多 所以说我们乍一听之下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仔细想想是不是还是有其他不好的因素存在 你从两个角度来看啊 任何东西都有好处坏处 对 我们现在讲好处啊 调涨最低工资的好处呢 是第一你保障了劳工啊 他的生活水平 能够跟这个物价的通胀啊 什么能够接轨 对 对不对 有的老板可能觉得说 我今年也没赚太多 我不加 但政府说加 嗯 就加了 对不对 所以说是 不是强迫 就是政府帮就是老板做了这个好事 就推他一把 嗯 嗯 对不加罚钱啊 好这第一个 第二呢 这个对于劳工的生活水平啊 嗯 他有多点钱 一年可以多2400块 嗯 对不对 他就生活会过得比较好一点 对 对不对 那另外看到呢 他有了2400块之后 他会去干嘛 花掉他 嗯 有刺激消费了 刺激消费 老板又再赚去 你看好不好 嗯 对老板也好啊 那最重要的是还有一点呢 是这个老板觉得说呢 现在钱呢 工资越来越高 嗯 就跟员工说了 你的技术要提升一下 不然我 钱一直给你提升 你的技术 你的产量 配不上 哎你要提升一下啊 对不对 哎这有好处 对 老板回去扑许员工 对不对 业务能力要加强 对 那第五个呢 就有一点 嗯不知道是好的坏 你听听看啊 好 老板觉得呢 这个工资一直涨 嗯 这个人工越来越贵 好了 我自动化 全部用那个机器 就是我先下足本钱 换成都是机械化 那我们就不要人工了 我就一口气到底啊 那工资 那机器 机器在做工 政府不能逼我给他加薪啊 嗯 他也不要钱 24小时在那转啊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嗯 对不对 也不complain也不请病假 也没有年休假 也没有婚伤 一年只需要维修一次 哎一年维修一次 像我们昨天一样 维修一次 对不对 所以那是好还是坏不知道 对谁好谁坏 嗯 这个我觉得当然是一个趋势啦 未来慢慢的 连我们都会有 AI把我们顶替 对啊 对所以说现在政府 push老板一把 老板就push自己一把 对 所以这是优点 那我们讲缺点 各位想想看 你真的给一个 呃 在最低工资 低收入的人 嗯 你给他2490多块 会改善他的生活现状吗 譬如说他现在 比较穷 每个月大概所有的钱 付房租 吃饭就没了 好突然一年多2400多块 你觉得他生活会 起到很明显的改变吗 好像也不会 一年2000多块 不太现实了 对不对 一周才40几块 那第二个呢 这个很多雇主可能 因为这样啊 原来20个员工对不对 那我现在呢 就雇19个18个 哦 然后但任务一样多 但大家就努力一点 我情愿给一点加班费 因为加班费 比较便宜嘛 便宜嘛 你想你养一个员工啊 他如果是好员工 一年可以帮你工作 十一个月 嗯 因为他有一个月年假嘛 对 对不对 那如果有一点那个的呢 身体不太好的 啊 那至少五天病假 嗯 那如果呢 他人际关系大一点的话呢 还有婚伤喜庆 对 对 他结婚啦 生宝宝啦 那个都可以请啊 对不对 合法请啊 请一堆啊 什么家人有什么 那个都可以 变故之类的 对所以呢 这个对成本来讲呢 就可能让很多雇主觉得说 我删减工作岗位 对不对 你逼我 逼我加薪嘛 我没办法抗议嘛 对 我也不能不给他们加 好 那我总的人事成本不变 嗯 工作岗位流失 减少一点 对不对 对那所以说这个可能 以后这个失业率 就不会像今年我们的数字 那么的好看了 对 你想那个法国 嗯 在法国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 高达百分之二十六 嗯 那专家就去研究啊 法国年轻人真的是三无七年吗 研究了半天的结果 就是因为最低工资太高 很多雇主呢 能不顾人啊 都尽量不要顾 尽量自己干 都尽量不要顾 然后尽量给那个 现有的员工说 我给你加班费 嗯 好不好 你辛苦一点 那对员工来说呢 哎有加班费 对不对 一点五倍 好吧 那我就多做五个钟头 或多做两个钟头 对 对不对 也就这样呢 这个就业机会啊 就少了 所以法国年轻人啊 不是三无七年 是找不到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啊 最低工资拉高的 调太高了 结果 对不对 好 那另外导致什么 你想看 如果你今天是个老板 政府逼你给员工加薪 好 人工也不能少 我一定要用二十个员工 对不对 薪水我一定要加 一年要多五万块 那我怎么办呢 涨价咯 我开餐厅的 假设啊 一盘菜二十五块 明天开始二十六块 就转嫁到了消费者 消费者身上 对不对 如果今天卖青菜 这一把两块 明天两块五 对不对 那没办法啊 你不要怪我啊 是因为政府逼我涨物价嘛 对所以说 这个钱从哪来的 最后还是要去哪 对啊 老板说 我不是慈善家 我是生意人啊 对不对 因为你每个人都说 商人对不对 无奸不商 是 好像商人都很奸诈 错 其实商人不奸诈 他只是算得仔细一点 对不对 你这个解释的很好 但是我们华人 看商人都是贬义 因为从古代开始 商人的地位就不太好的嘛 对啊 但现在应该反过来 对不对 以前是市农工商嘛 对 现在 商人排在了比较前面 对吧 而且以前都有那个 所以你看今天的雇主 我觉得 在圣诞节前 收到政府的这个通知 那不算他们的圣诞礼物吧 恶好 所以这一次的影响非常的大 但是在全世界来说呢 纽西兰算是全世界第一个有制定最低工资的国家 有一个标准 对 在1895年 1895年 我都还没生 你想想看 那么早之前 就有了 对不对 你没生是正常 我都没生 对不对 那很多人也都没生 对呀 你生了就很奇怪了 大家都没生 1895年 我们1840年 才签外当义协定 对不对 跟这个英国 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是 50多年之后呢 我们就制定最低工资 嗯 隔壁的澳大利亚一听啊 纽西兰有最低工资啊 说我们也要制定啊 嗯 对 当然工人闹得凶啊 大家就制定了 保护劳工的一种 因为那个时代呢 这老板最大 嗯 对不对 我看你 力气很大 能干活 一个钟头给你一块 那所以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嘛 对 那是不是该出一点保护老板或雇主的一些 调利 调利啊 对就是平衡一点嘛 给老板最高工资 就说有一个上限 你不能再高点 就只能要达到最高工资 老板自己给自己是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今天最低工资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我相信呢 随着时间呢 很多业界的老板 嗯 大概真的会把会计啊 找来算一算 说我们公司啊 怎么样做 在2019年的这个人事成本 大概要多多少 对 对不对 然后算下来之后呢 可能要精简一下员工 或者是抬高一下价格 对 看怎么样啊 就两条路了 平衡一下 就两条路了 第一裁员 对不对 或者欲缺不补 嗯 第二呢 要不然我就是呢 涨五价 对不对 他涨价他也要评估啊 要涨多少 对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呢 能够不影响他的生意 发展 但是哦 这个经济学家曾经做过研究 说一个就业市场 如果都不调薪水 这个就业市场呢 整个经济啊 是比较慢的 他说微量的刺激最低工资的调涨 对经济呢 会有刺激效应 哦 美国啊 他们做过实验 那所以说以后就大家 老板也是拼命的干 员工也是拼命的干 嗯 然后这样钱就多了 然后大家也开心了 有这种感觉 因为经济学家算过啊 最低工资啊 他们认为大概是 平均工资的38% 嗯 我们现在平均工资大概在24块25块左右 嗯 对不对 那他的这个30几%呢 嗯 40几%呢 大概我刚算了一下9块多 嗯 对但我们现在10分20去啊 10期 2021年哈 2021年哈 2021年的4月最低工资20块 嗯 所以我想这个雇主啊大概已经要 开始有心理准备你要一定要算好嗯 到2021年的4月你的最低工资一小时20块钱 对 在雇人哈 嗯 所以在全世界比较起来呢 我们呢属于前面跟欧美一样 嗯 在最低工资这一块 嗯 最低工资比较高了 但如果你要讲那个英国啊 英国的最低工资啊 我们讲如果用美金换算嗯 我们最低工资呢大概在两万五六这里 嗯 你知道英国的最低工资多少 高 猜猜猜猜猜 两万高还是低 高 高三万 四万五六 天呐 怪不得那么多人要去英国这样 对 那是最低工资哦 好赚吗 是是 那个四万五六那个大概是美金换算 成有币那五六万呢 那我觉得这样子找工作也很难吧 不会啊 英国人也要吃喝拉擦碎啊 也有人要有人服务啊 嗯 对不对 你鼓励大家 哈哈 大家考虑啊 考虑一下 好的那讲到这里稍坐休息 待会我们继续呢 新闻金融台也欢迎各位 针对这次最低工资的调整 发表你的意见哦 是 来听听各位看看啊 到2020年啊 2021年啊 涨到20块钱呢 到底是 好 开心的 开心的事儿 还这么开心 对仔细想想啊 好我们一会见 一会见 欢迎回到新闻金日谈的第二段 我是David政经纬 大家午好 我是Summer 是的今天的话题啊 我们谈的是关于啊 政府今天中午的宣布 对在2019年的4月1号起呢 会上调最低的工资标准 到17块7纽币 是的 嗯 那当然对雇主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在手机短讯平台啊 有朋友发表的观点 我们来听听看 尾号是7828的朋友啊 他说政府叫老板加薪 还要给税吗 还要给税 老板加薪 还要给税吗 给老板税吗 应该给老板减 减税 对对 他说这个朋友说啊 两年前吃顿午饭 十块九牛币 一年前呢是十二块九牛币 今年十四块九左右 明年不得十九块九 蓝瘦香菇 这是刺激经济吗 是刺激税收吧 啊真的是啊 是 那当然呢这个薪资啊 我们从这个表格上 可以看得出来 从08年到现在 大概十年的光景啊 对 薪资呢大概涨了五块七毛钱 将近 这个涨幅算很大的吧 涨五块七啊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薪水 才十七块七 那这个涨了五块 等于占了17块七的百分之几 对不对 蛮高的将近三分之一啊 多了将近三分之一左右 那当然呢 这个薪资不断的调涨 其实是雇主在承担之外 雇主一定会反映 对 在物价上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 就这个利弊则思啊 说出来就是 你薪资不断的调涨 固然大家看起来收入高 但是相对支出高 对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担心的事情 是工党也说了 他们的愿望啊 是在2021年的时候 更是要达到20纽币 那可能大家就会担心 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生活 或者是我们的消费 或者是物价水平 又会变成一个 怎么样的高度呢 对 就像我们刚刚讲 英国啊 它的年薪是平均最低工资 对 四万五千块美元啊 那换句话讲 当然大家都知道 在英国伦敦消费也比较高 很高 对不对 那加上呢 我们现在又出现了一个 沉香效应 那相对而言呢 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到了明年四月 十七块七 你在奥克兰生活 跟在这个乡下生活 乡下的工人也拿十七块七 对不对 但是乡下的物价水平 对你想想看 然后买房子 各方面的 对 因为现在这个部长讲的很好听啊 说将有二十万人啊 因为最低工资的增长受贿 获利 获利受贿 好 但是实际上 我们现在平均的工资的中价位 是二十四块 因为最低工资大家说穿的 就是低技能的 对 没什么能力的 就是可能 他的要求的门槛不高 那当然呢 他的这个工资啊 在这个社会上来说 是比较偏低的 是因为跟他的这个 技术的含量有关 对 但是像那个高工资呢 他其实没差 譬如说你技术含量高 你早就已经 超过了那个最低的 你可能都拿三十五块八的 对不对 随便说说了 是谁 不知道 肯定不是我 也不是你 是吗 肯定不是我 所以呢这个 因为平均二十四块一个小时的话 大概差不多也是在二十四块多 大概也差不多在五万上下平均工资 对 这是平均哦 中价位哦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最低工资调涨 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嗯 倒不是这个劳工啊 能不能改善生活 而是雇主啊 会反映在物价上 造成通膨 通膨 通膨 通膨增加 嗯 对不对 嗯 到时候那个时候 钱都不值钱了 就是 通膨膨炸 你钱都不值钱了嘛 别说二十了 你最低工资调成三十 都不一定晚的回来 大家都已经负担得了 就 就怕那个什么 这边老板反映的太快了 嗯 但是大家呢 薪水还没反映上 你你是不是就 哎 你说他们调整最低工资 会像我们这样想一下吗 你说谁 你说政府调整最低工资 会像我们这样考虑一下吗 我觉得这一次政府调整最低工资哦 他们是像一个硬指标 为了达到 对 他们当年就说 二十块钱 这二十块呢 是说 我们算过 这个生活工资啊 大概二十块两毛 那我们就二十块好 这个有点像 就是一个 这是不是有精打器算过到2021年 他们是 我觉得是因为 他们算的时候是在 存在在那个时代 或者是那样的一个社会情况 但是每年 还有政治因素考虑 对啊 每年都在变 每年这个经济也不一样 状况也不一样 是 他们能猜到现在贸易战吗 能猜到这个 对啊 都猜不到 所以说呢 景气不景气啊 就像那个QVBuild计划 那就那么多栋在那 你就给我建 你就给我涨 但现在看起来 问题多多 那最低工资也是一样的概念 工党上台的时候呢 就喊出二十块钱的这个目标 就不管2021年呢 我们一定要到二十块 对不对 那当然如果今天 比如说碰到 像08年那种金融海啸风暴 在明年假设发生的话 你政府这个最低工资的目标 你还调不调 对不对 对 你说不调 人家说那你前面 说的话 支票不兑现了 好像有点说大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最低工资的调涨呢 没有看到是不是真的反映 劳工的需要 而是变成像一个 硬指标 有点好像有点像 有点犯政治化 对不对 有些人说 因为最低工资 可以照顾大量的选民 对不对 这些选民呢 就会比较好 这当然是一种推论 但是不免也让人担忧 就是你硬把这个说到死 这个雇主跟整个反映 会超过预期 是 我们来听听听众怎么讲 您好 我就是 我只是讲过 总共资 但是 这个我们 总共资 抱歉 这位朋友 你能不能重打一下 你的电话讯号不太好 有点断断续续的 好不好 不好意思 欢迎再拨打一下 因为我想大家都在听嘛 不然我们也听不清楚 对不对 今天没有外星人 今天没有外星人 再打一下就好了 没有外星人切听 好 所以呢这个最低工资的话 现在让雇主大概 心情会比较低落 比较惆怅 因为他幅度加的还蛮大 因为以前是五毛嘛 因为我们看过去08年到09年 五毛 对 那09到11年 也是五毛 对不对 09到11年 他10年没涨 对 你看两年涨五毛 是 对现在的话就是已经 就是已经涨了一块二了哈 对 和相比下来 是 是 2010年是涨了啊 哦 对对对 露了一个露了一个 2010 2009年是12块五纽币 2010年呢是12块75纽币 也没有涨多少吧 涨两毛五 两毛五 对 两毛五 嗯 对不对 到了11年 便是三块 对 对不对 这样就是 跟他看样子今年涨的程度很大 他其实以前国家党执政的时候 他有考虑到在那个金融海啸风暴之后 所以他涨的很少 不是五毛 就两毛五 两毛五 这样慢慢慢慢 涨上去的 是 好了听众打上来 我们接听一下 您好 你好 现在听听了 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消息吧 摩拜那个邮站呢 再打折啊 然后呢 194啊 很便宜喽 哦 估计是Christmas之前的话呢 可能是最好的一次消息了 好 我今天去加油 我也去加油 应该也不是每一个摩拜的邮站吧 是啊 也不一定 好 好的 谢谢您 你是看到哪一个邮站那么好的价 对啊 断了 是 那当然呢 今天除了摩拜托之外 还有告啊 很多邮站啊 纷纷呢 这个抛出了这个加油低价 圣诞节的礼物是吗 嗯 因为一般过去也有过这样 就圣诞节前呢 邮公司呢 觉得这一年来呢 中年促销 太多了不好意思啊 是不是这意思啊 应该是 这个节点呢给大家一个 返还的 小返还 希望各位加满油呢 出去开车 把油烧烧再加 哈哈哈 但是出门也要去安全啦 因为大家可能也这两天有计划 圣诞节要出油什么的 对啊 我们今天来看到新闻啊 说到那个 现在高速公路啊 说什么 就到处拥堵 我今天上班哦 我足足开了一个钟头 从北岸 从北岸 是最堵的路段是哪儿 桥上那一端吗 我从北岸就上不了高速公路 出门口就堵是吧 堵到公司门口 就下不了高速公路 下了高速公路呢 又堵到公司 好不容易啊 自己上班 平常啊 如果不拥堵 我大概25分钟啊 可以从公司到家 就所以说 double 啊 平面也堵 路口也堵 闸道也堵 道路上也堵 卧桥也堵 是跟很多人出去玩有关系吗 还有购物啊 哦对 哇 对对对昨天晚上我去那个 Selvia Park 嗯 根本没有停车位了 真的啊 因为Selvia Park旁边新秀了一个停车场嘛 也是停的很慢 也停不下 也没有停不下 反正也是很慢 找很久对不对 对找很久 嗯 我礼拜天到那个Ebony的下去墨 嗯 结果呢 发现呢 人山人海 停车场还好了 嗯 蹭到位置 给我一个感觉啊 嗯 当时如果那一个时空啊 把整个墨里面 亚洲人到外面去集合 墨就空了是吗 墨只剩下电源 哈哈哈 对不对 因为电源都洋人啊 对对因为就是好像 嗯 大家嗯 有一种很难的在纽西兰的商场 一种人挤人的感觉 但是最近真的 你去那个商场里面 都是那种接踵而至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但大家好像那种年味要重一点了 会觉得 就有点像我们华人的农历年一样 对对不对 所以呢 这时候是最好消费的时候 当然AA也特别提醒大家 嗯 就是这段时间开车出门呢 嗯 尽量注意到大概从这几天 已经是交通的高峰期 十七了 嗯 出现了哦 嗯 所以不管往北对不对 还是 往南 大家都要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你要有远行的时候 那你更要注意到什么 就是沿途的这个交通安全 因为提前要规划好路线 就不仅说有些人想到 哎呀我把 比如说哪里去完 把房间订了 把吃的餐厅订了 更重要的是 你要最好要错开那个高峰的行程 是 提前请好假是吧 AA的意思是说提早出发 是AA说的啊 又不是我们说的 AA叫大家提前请好假 大家早点请假走人 哦是 因为呢这个还有一点 就在这里啊 你要在这个季节 嗯 你出门啊 要过夜在外面的话 对 那个不管是moteo还是酒店 一定要订好你再去 你不要想说啊 这个譬如说Roturua 到处是moteo 不会没地方住 那我告诉你 你真的可能啊睡在车上 对 看星星 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季节 你别不要相信说 你运气不会那么坏 是 你真的有可能啊 所以呢一定要酒店订好 moteo订好 是 嗯 车子呢检查一下 油 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电动车 因为会堵车嘛 你想说我待会就加油 可是你看到加油站呢 你开不进去堵车 是 油烧光了 在路边 那很糗啊 所以油要加满 车子的状况检查啦 嗯 最重要警方都呼吁 千万别喝酒开车啊 对 还要细安全带 还有后座 警方说啊 最近发现很多海外游客 来纽西兰旅游啊 前座都很乖乖 嗯 细安全带 嗯 后座都没细啊 就警察来呢 问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没有细安全带啊 他们说 我们那边都不细啊 不细安全带 没有规定啊 我们那边的前面 你们这边有规定吗 前面都不怎么细 对不对 万一怎么样 我前面还有个椅背啊 对 因为大家有一种观点 像是领导 老板 国家领导人 都是坐后面 就是可能司机的 后面那个位置 比较安全 有一个概念上的说法 但是大家在YouTube上面去搜 后排出事故的 飞出去的 飞出去的死亡率 其实是事比前排 不输给前座 对更高 因为前座有安全气囊 嗯 后座没有 如果不细安全带 就全靠自己 就从车窗出去 嗯 真的哦 大家一定后座也要细安全带 对 因为细安全带在纽西 还是司机啊 的责任 如果今天你后座没细 嗯 罚单给司机 啊不是成年了之后 就自行承担吗 没有没有没有 司机 因为司机有这个 等于在车上 所有人的 有没有细安全带啊 他负责 有没有做好啊 什么什么他负责 嗯 所以出发前都说 笑没 弄好了 好才出发 没细不开 对不对 大家有这种意识就好了 是 我们要不要跟大家说说 最严重的交通拥堵的一些地方哈 好 来说说看 对最严重的交通的拥堵呢 预计会发生在奥克兰北部的 Workworth附近的高速公路上 对 以及南部通往Taknini 和Colomando的二号高速路 嗯 惠林顿的 惠林顿的Capiti海岸 可能是最拥堵的地方 嗯 在基督城呢 也建议大家避开北部的高速公路 因为说到了就是截止到去年的 11月份 刚才David老师也讲了 酒驾还是什么的交通事故非常的多啊 是 2017年的奥克兰道路就有64人的死亡 另有749人受到重伤 对 所以说要提醒大家 要注意安全 免得这个原来快快乐乐的日子啊 变得一个好像有点像悲剧一样啊 至于大家尤其这两天车子特别多 耐心耐得性子慢慢开 天有点热没关系 听936 听936 还有一点我还要提醒大家 就是这两天不是大家可能要开香槟什么的吗 然后圣诞树也过节日的气氛 我们也讲了一定要注意那个酒的那个塞子 很容易弹到眼睛受重伤 摇摇摇摇摇 大家喷一喷 对 那很危险 或者是挂圣诞树的时候 或圣诞树倒下砸到自己的案子也很多 一定要大家要注意安全 对 尤其在放假的时候呢 大家最放松 反而是意外的高发 对 开车在居家都是一样 对 小朋友的安全也要注意 是要做好 好的 那我们稍稍休息待会继续 新闻今日谈 我们一会见 一会见 对 听说客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 我是David 郑经纬 大家好 我是Summer 是 我们讲到这个道路安全 当然到了这个 假期了 出门旅游旺季啊 一定当然是老生常谈 是 这些话题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还是要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老妈妈的一遍 重要的说三遍 对不对 就是一定要注意到这些细节 我想就不重复了 是 否则就讲第四遍了 对 那么刚才我们是说到了 假日的一些交通的一些 对此呢 说根据一项为期三年的计划 是 政府是将斥资14亿来改善道路的安全 目标是到2021年 让870公里高容量高风险的 周际公路变得更加安全 交通部长Fail Tifor 和交通部副部长Julian Jenter 就表示说 这将防止每年约160人死亡 和严重受伤 那么这个对此呢 这个国家党是批评了政府的声明 说称与国家重大的公路项目相比 这些投资是显得微不足道的 是 那当然这个 这个国家党的规划 是做全新的高速公路 那现在工党政府呢 赤支呢 14亿 14亿呢 只是在现有的道路上 这个简单的说 我们现在在纽西兰最大的交通安全的隐忧啊 就是对撞 对撞 因为我们的道路呢 号称国道 常常呢 是单线道 单线道啊 然后就跟对方呢 中间呢就是一条曲线 对不对 那往往呢 当你车速啊 慢的时候 你说对撞 大家就是修车 嗯 但时速100对撞的时候呢 各位就可想而知啊 那个力量比你开车去撞强还要大 对而且说现在很多小车的保险杠 它其实一点都不保险 是塑料的嘛 很多 那个大概都在50公里左右 各位看很多影片啊 常常在有那个汽车碰撞实验啊 各位要知道那时速多少 50啊 那不是100啊 对不对 那100的时候那个车子 我说真的 其实都不精壮 对而且你想很多在 高速公路上跑的都是那种 嗯大型的卡车 运载车 重车 哇你跟他们撞 你这个就是就直接滚到别人轮子下面了 就是等于是那个鸡蛋碰石头 对不对 所以有各位千万不要背那个影片啊 常常说哎我这个车子细数 安全细数啊 很高 对 你看那个影片啊 撞了半天 那个驾驶的人啊 都没什么事 哎先生啊 那是50啊 你要是到了那个 100多的撞下去 尤其对撞的时候 嗯 他绝对不是100哦 他等于是你你100 对方也100 那个撞下去 你看过那个对撞的车啊 嗯 常常是呢 你看不出这是车头还是车尾 就扁了 没有 闪了 对 闪了 所以呢现在政府要做什么 就是在道路中间呢 做分隔岛 对 这14亿 在800多公里的道路中间 做一个分隔岛 哦 所以说他并不是说 要重新把这个就是高速路怎么翻新怎么样 那不够的啊 可能譬如说我做了分隔岛 不让你抄 你非抄的人太多了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就是说 只是减轻事故发生的这个死亡和受伤 所以国家党说哎呀不像我们那个计划 但是国家党那个计划是百亿啊 不是小钱哦 他做的都是大的高速公路啊 把现有的这种乡村道路啊 他就不要了 他做一条新的 全新的 那个投资就 当然大啊 对不对 所以他说人家是什么 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 这也确实了 我听到14亿好像给我们普通人感觉好多啊 你又要花这些钱干嘛 对啊 但是安全嘛 不然600多万 600多人死伤哎 这个你不要看到 ACC的成本多高 这600多人哦 所有的医药费 商障费 全部什么 ACC 对不对 大家买单 还是大家买单吧 而且这种生命的死亡啊 实在有的时候很冤 很多年轻人呢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或者是呢 你好好开车 对面超车来跟你做 飞来混货那种 对不对 所以真冤枉 所以希望呢 政府快做 不要说 说了快做 这样的话呢 才能解决 对大家也有那种安全意识的话 就是到 比如说你看假期 大家有安全意识 对 就是比如说路上出事故的率 比较低的话 那也不会太用堵了 对 常常是前面发生了事故 后面怼了很多车 因为有人呢 堵车堵堵堵堵 堵了一段之后呢 嗯 一开始可以正常行驶的时候 他一般呢 会开很快 哦 他想把刚才 附提起来 堵车的部分 补回来 有那种心理啊 对不对 那我也是这样过 是哦 人性吧 前面被耽误了 后面赶一下 对不对 后来发现太危险太危险 慢点慢点 降下速度了 对对对 好的 时间关系 稍后休息整点新闻之后 更多精彩的内容 带给大家 我们一会儿见 拜拜 拜拜 我信赖的中区房产中介 各位好 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我是裴函 今天是2018年12月19号 星期三 农历的是1月13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 新西兰全国各主要城市 明天的天气状况 先来看北岛地区 奥克兰明天是多云有震雨的天气 气温是16到22度 首都霍林顿明天是降雨天气 气温是大幅的下降8到14度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那么汉密尔顿明天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 气温是15到23度 再来看南岛地区 南岛地区明天基本上也是降雨天气 基督城明天是小雨转阴天气温是9到18度 黄后镇明天是大风降雨7到17度 尼尔森明天是降雨天气气温是9到18度 但尼丁明天也是降雨天气 白天的这个最高气温也是大幅的下降 南岛的最南端英弗卡吉尔 明天是多云天气9到18度 好一起来关注新闻 最近夏季来临 新西兰美丽的这个海滩是吸引着居民 纷纷到海边吸水 然而正是这个充满欢乐的季节 也充满着危险 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 因为缺乏水中能力 新西兰人溺水死亡的比例非常的高 一名从英国移民到新西兰的游泳教练 Fail Wadich表示 普遍来说 英国人的水性呢 比新西兰人要好一点 作为一个游泳教练 他希望帮助新西兰的孩子们更好的掌握水性 提升游泳技能 在水中更加的安全 那么过去三年 这位教练呢 是一直在从事儿童水上安全教育的工作 他表示 最重要的是 不要让这些孩子们游的多快 而是呢 教他们如何享受在水中的感觉 学会在紧急情况下保持冷静 能让自己漂浮在水面 那么根据了解呀 从2017年1月起呢 新西兰全国大约是有20万 5到13岁的孩子 参加了这样的水上安全的课程 那么组织者呢 是希望每一个新西兰的孩子 在离开学校的时候 都拥有让自己在水中安全的能力 盛代来临呢 这个平常的加油站呢 也是出了各种优惠的措施 故海鸥加油站就特别推出了节日特价 每公升油价呢 是优惠了20纽分 在很多人都会驾车出行的这个季节 这样的优惠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那么在油价比较便宜的哈密尔顿 海鸥加油站今天的油价呢 是每公升汽油1.76纽币 奥克兰地区呢 因为有这个燃油税的关系 油价稍微要高出一些 但是呢 仍然是降到了2纽币以下 然而就在两个月前呀 人们发现这个平均油价是超过了2.3纽币啊 跃升载道 那么现在呢 在北岛的这个故海鸥加油站 今天的平均价格是 91号汽油是每公升1.83纽币 98号汽油呢 是1.98纽币 柴油呢 是每公升1.24纽币 可以说是都是非常低的价格了 那么这家加油站呢 这个优惠价格呢 是从今天早上7点开始 一直到明天中午才会结束 预计这两天呢 这个加油站 将会打开长篓了 好 接下来这条新闻呢 也是和交通出行有关 不过呢 这条的关键词不是降价 而是免费 圣诞节就在眼前了 很多人呢 是从这个星期五 就将开始进入这个度假模式 为了防止出现这个酒驾事故 奥克兰交通局是决定 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推出 火车公交车全都免费的政策 那么本周五下午4点之后呢 一直到午夜 奥克兰市区的公交车和火车的 这个电子刷卡系统 是将全部关闭 大家呢 是可以免费使用公共交通 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费用 但是呢这个渡轮不包括在内 因为据我所知 这个奥克兰的渡轮公司是私人企业 并不属于这个奥克兰交通局管辖范 这个计划呢是由奥克兰警方来提出的 交通局呢是决定全力配合 那么根据估算 奥克兰交通局将会损失12万纽币的 这个车票收入 另外呢还要安排这个额外的工作人员 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个大量的人流 执行这一计划的资金呢 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道路安全基金的拨款 另外一部分呢是来自公共交通的预算 可以说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 政府部门真是操碎了心 所以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救假 好继续来关注来自中国的新闻 昨天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 是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他表示40年来中国国内的生产总值由3679亿 增长到了2017年的82.7万亿 那么实际增长呢是每年9.5% 远远高于世界同期经济的2.9%的增速 中国国内生产的总值 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 由改革开放支出的1.8%是上升到了现在的15.2% 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超过了30% 中国主要的农产品产量是跃居世界前列 并且呢是建立了全世界最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习近平主席还说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是捷报频传 那么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呢也是非常的显著 现在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的第一大国 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的第二大国 外资流入的第二大国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是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最后呢习近平主席还总结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是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好感谢您关注这一时段的WTV News正点播报再会 您可信赖的中区房产中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好欢迎回到新闻金日谈的后半段 我是David 郑敬伟 大家下午好我是Summer 是的一开始我们来看看昨天在这个点评当中的民意调查 是昨天的经委点评问大家大麻合法化您是赞成还是反对 这个大麻就是娱乐性的大麻对赞成的只有11% 反对的高达84%还有5%的朋友选择了不确定 是这在华人朋友当中啊大家对于政府所宣布啊2020啊大麻合法化公投啊 现在已经看得出端倪啊至少在华人这一步调 目前的啊那这个当然我想这是两派的立场可能在随着时间 呃赞成的会出来说为什么要赞成反对的一定也会出来说 为什么要反对对不对但是如果最后是说这个真的要做的话 就像你昨天讲的他可能后续的一些细则 对有没有对策一定要定的规定的非常严苛 对啊不然很容易出现社会问题 就是对它会出现很多问题 你现在这边大家说哎呀我们人民当家做主好 那政府说你们同意了好开始卖大麻 如果没有好好的规管那后果很严重 多聪明啊他们他们国会的人他们都不自己决定不自己投票 然后交给我们来投除了问题我们也要负责吗 人民当家吗对不对好那带来讲呢各位的意见我们看到了哈 那所以今天的这个经纬点评当中啊我们谈的是关于这个最低工资啊 政府逐年调涨最低工资啊你认为这样子赞成还是不赞成啊 看看大家的意见好那讲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再来要跟各位谈到的就是 关于这个通勤火车一直以来这个通勤火车的话题啊 政府之前讲过嘛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拍板定案的 差不多已经拍板定案了哈是从奥克兰到汉密尔顿这一支间的客运铁路的服务 那么新西兰交通局是批准了这一项的商业案例 Tri4对这一批准呢表示欢迎他说这是2020年3月开始的5年试验服务计划是迈出了激动人心的一步 5年试用的总费用包括Kiwi Road提供的服务价值是为7820万纽币 其中包括了新西兰运输局提供的6840万纽币和地方当局提供的980万纽币 该业务案例呢是考虑了车辆的装配和基础设施的详细设计 Tri4表示说新西兰政府承诺投资近40亿纽币用于公共交通快速运输和新西兰的地铁 这项试点服务将证明投资公共交通可以帮助管理增长 塑造城市 塑造城镇哈 这一项服务呢一共是有4节的车厢 每节车厢是可搭载150名乘客 那么随着需求的增长这一辆列车呢还将扩大到可搭载200名乘客的第5节车厢 NZTA现在将与地方议会和QBRA合作在2019年初制定一个实施前计划 是的 那这一次的这个奥克兰到Hammerton的计划呢 看起来是在发展地方经济上非常重要的一步 能够用交通呢让城市之间做一个串联 但是不免也令人感到担忧的是Hammerton到奥克兰呢 他实际的运行时间呢要两个半小时 你是说铁路还是 火车 坐火车单程哦要两个半小时 那就连这个Hammerton的市长他都认为呢 这个铁路计划这个成功的概率其实不大 因为Hammerton市长都觉得他很悲观 因为好像我们现在开车去Hammerton 也差不多一个多一点点小时就到了 对 就是坐火车他速度一定慢嘛 停的车站 中途现在目前是有两个鲸铛站 他说还将会增加鲸铛站 所以说时间就会拉长 拉长 对于那种比如说你是通勤上班的人来讲 这非常的这个这个没有什么效果 而且他班次也不多 对是早上7点6点半7点半去 那然后两个对开 是而且只能开到那个Papakura那一段 对而且他必须是要换车 换车譬如说你到Papakura上车哦 他的起站是Papakura 所以你从Britoma要先坐这个电车到Papakura 然后再去坐那个柴油车 奔到Hamilton到Hunter里又再下车 再坐一段另外一段车进去 那我这样来回我 不是很不方便 真的很不方便 我这样来回我得花 你想就两个半 花4个小时 3个多小时吧 对 好那政府说呢 要投进去的钱是多少 9000多万 9000多万 对 所以这个9000多万呢 你不如今天真的政府要做一件事啊 做跟做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 有做跟有做做好 这是两个天壤地别了 我懂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让自己看起来感觉很忙 但是实质上什么都没做 没效果 瞎忙 对不对 因为今天这个两个城市之间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时间 而且如果今天你要让这个城乡啊 之间有两个城市啊 做上联系 如果你想想看Hemmington 坐火车 我一个钟头可以到Britoma车站 你有没有吸引力 那肯定有啊 时间很 很节省时间 一定很多人去做 好那你现在要研究是在这两个之间的提速 怎么样 比如说我火车加快速度啦 那我可能要提升一些基建啊 大概可能花的钱会多 大概要 可能比如说 有专家说了大概四五亿 但是呢 它的效果会很快体现 对就像当时我比较一个直观的感受 当时中国和谐号的时候 哇那个时候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新大陆 因为它速度特别快 对啊 然后连就是连通两个城市之间 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的样子 但是当时是那种绿皮 比较绿皮火车 就那种一般的火车 所以说对比差别很大 那么同样的 纽西兰的这个火车是和我们自己自驾相比 那这样速度好像比自驾的还要低 那谁会去选择这种呢 交通部长他们怎么说 火车有好处啊 它在上面呢还可以办公啊 对不对 两个多钟头不长啊 他上车就开始用 因为上面以后的火车啊 有那个WiFi 对不对 还有厕所 你可以在上面办公 他的意思呢 你在开车你就不行啊 坐火车就可以啊 对不对 这个太弱了你知道 就商业的这种吸引力来说呢 这实在没有卖点 因为很多人呢 他不是那种在火车上办公的人 他是要到办公室去办公 一个安静的环境 他老板要在办公室等他的啊 对不对 就是你跟老板说 我现在在火车上 我现在开始上班 对不对 那种有点像是我们这种敢论文的 对不对 在火车上你打打电脑OK啊 但是呢 你今天很多人是要进办公室的 所以呢 这个火车现在其实真的要做 这是很好的idea 但是呢 你要是不能提述 你那个Hamilton市长都说 他觉得成功率很低 将来没人搭 而且你看 没有人搭 九千多就打水漂了 九千多万 对你想他的四节车厢150名乘客 就是每节150名乘客 两趟三百个 对能载的洞就是有那么多人去做吗 所以这九千多万是保证啊 就是你花的是回不来的 第一你票赚不回来 第二搭的人可能甚至连150个人都没有 常常可能一趟火车十个二十个人 对 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奥克兰的哈 他可能想买房子会朝奥克兰 周边比如说哈密尔顿也不错的地方去买 对 如果说你这个火车铁路的基础设施做好 或者是速度提起来 可以啊 哎我说不定会带动那一边的城市的发展 对啊 如果说一个钟头火车 你想看是不是有很多人要跑到 哈密尔附近去买比较便宜的房子 对不对 我通勤嘛 我买不起奥克兰嘛 奥克兰的压力 住房压力就可以缓解一点 对不对 最重要呢 现在纽西兰出现了一个问题是 乡下人啊 第一 很多人啊找不到工作 因为他想如果住在那个我乡下的话 我找不到工作对不对 好 我如果今天找到工作再成立 我势必啊要离开家 对 所以那个乡下很多城镇啊 都已经快要怎么像鬼城了一样 嗯 对不对 都那种了无生气 就像一些老人家在那种 对 那年轻人呢 他可能被迫找工作就进城了 如果你有交通能够方便 这些人可能啊 哎我回家 对不对 我回我家去住 对不对 而且我们现在知道 Toranga这个地方啊 在北岛的东岸 发展的非常好 嗯 跟奥克兰之间呢 这个行车也蛮远的 但如果有铁路系统 能够经过 Hamilton 跟Toranga做一个联系 嗯 对不对 政府也说啊 他们想这样做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 就干脆就去做吧 不要弄了一个 什么九千万 不痛不痒啊 五年最后呢 没有绩效 然后浪费时间 浪费钱 嗯 你现在真的应该是编列预算 都花几个亿 把这个铁路啊提速 对不对 大家都去做 哎发现说很好 然后呢 有这个效应 你在延伸从Hamilton到Toranga 嗯 对不对 那这条线如果能串起来 整个这一个区域啊 就有点像长三角 嗯 就活了 就并不是说呃 城市的发展带动交通的发展 现在是交通的发展 要带动城市的发展 你看 从Toranga到奥克兰 中间多少小镇 对 全火啊 但你你上半时间 可以走那个直达快车 平常也有那种 逢站也挺的啊 什么都可以啊 很快啊 并且比如说换乘 各方面非常的方便 嗯 我相信这倒是一个 挺不错的投资项 对 我在伦敦啊 坐过一次这个火车啊 嗯 离开伦敦出城 我发现呢 他这个火车啊 四节车厢一组 嗯 然后他发车频率很高啊 每20分钟上班时间就走 然后呢 而且他一出城啊 提速很快 啪就开始跑 那个大概都 我看时数大概都 差不多在130 140 那很快啊 很快啊 很方便啊 去那outlay一下就到了 而且不用堵车是不是 对不对 都不用堵车坐火车很方便啊 是 所以这个铁路啊 是英国人啊 就已经很早就发现 这个铁路能够解决都市很多问题 嗯 所以大概在30年前呢 英国啊 就开始建设 所谓的卫星城 嗯 就是在主要的伦敦 附近呢 他就有很多小小城镇 这种小城镇呢 就是原来可能这边是羊羊的 一片地 政府就做规划 嗯 比如一个建一个新城 嗯 这个城呢 大概是纳5万人 他就以5万人啊 为一个标准 在5万人需要的学校 图书馆游泳池 什么什么什么 全新规划 然后呢 以火车啊做连结 嗯 那这些火车呢 距离伦敦呢 大概都在一个钟头以内 啊 结果呢 伦敦的那种住房啊 什么那种压力啊 就缓解了很多 对 他劳动力呢 还是一样 每天早上刷四面八方 火车运进来 所以说其实就是应该周边 大城市周边的一些小城镇 来分担一些城市的人口压力 对啊 各方面的压力 只是说现在基础设施 还有交通达不到这个 那大家宁愿在大城市挤一挤 辛苦一下咯 是 所以这个希望就是我们常常讲 有做没有 跟做好没有 嗯 这个一定要分清楚 不要觉得说哎我做了做了 看起来很忙 你看我发展地方啊 我编了9000多万啊 这个花最少的钱啊 我也做火车了 嗯 一天两班 对不对 那会有效果吗 对不对 值得深思哈 那大笑的笑 哈哈哈 来 我这个维浩924 我的朋友说最近936收音机 经常没有信号哈 他应该 应该不会吧 对昨天我们 就昨天一天 嗯 半天半天 对对 最近可能会迎来一阵恶劣的天气 大家可能要注意我收看电视的朋友 你们家那个锅盖 嗯 或者天线催歪 对受到影响 不过936我觉得这十几年来啊 嗯 非常的 还算非常好 非常好 嗯 天气坏的时候呢 也没有影响啊 照听啊 嗯 当然呢这个也谢谢大家支持啊 嗯 我们所以呢继续努力做好 好 像昨天就是为了哎能够呢 在未来的365天 对 服务大家 嗯 好 那当然呢这个 讲完交通也要讲中华电视网 2019年的大事了 对 2019年的这个新春花式哈 会在2019年的1月19号 举行 对 这个没错吧 对对对 1919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记住了嘛 是 刚刚这个你看了节目单 有没有吓到 哦 我来跟大家形容一下 我们的这次的节目单的阵容啊 嗯 嗯 嗯 我们有一个round down 嗯 三页的大致 然后全部是 秘密密麻麻 我问我问就是我们负责人 我说这个是一整天的安排吗 他说不仅仅是下午的安排 嗯 然后看节目 哇有歌舞 然后有表演 表演 胸口碎大石 啊 有吗 你躺着我来睡 哦 对反正就是有很多节目 供大家去看了 哦 相信这次会带给大家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对所以呢 2019年新春嘉年华 在2019年的1月19号举行 那我们也是真的希望 今年大家都过来 对不对 今天我们场子很大 就像上次你说 我们看节目看表演的观众 有些人很后悔说 没有早点来怕进不了场 错过了这个演出 对但这次我们的场地会非常的大 是所以在一年前呢 我们就决定将今年的 这个新春嘉年华 做一个彻彻底底的这个改版 能够一个全新的方式退出 那这个案子一定下之后呢 马上得到各方的支持 是比如说那咱们这次的 2019新春嘉年华 就是由新西兰文化艺术基金会 和中华电视网联合主办的 是Avanda Group特约的 2019新春嘉年华 那更不要说那赞助厂商 多到都已经啊 这个非常多 大家一听中华电视网办活动 啊就来支持 真的是盆满博 对谢谢谢谢大家 真的我们要谢谢商家 也谢谢所有的听众观众啊 这个将近我们明年就要满19岁了 衣食父母 对对对 大家给我们那么多的支持跟鼓励啊 让我们一路走来 所以呢19岁对一个年轻人来讲呢 正花样年华 对刚开始啊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正慢慢茁壮的时候 对希望花样年华的中华电视网能够给大家一种清新自然不同的感觉 那个年轻嘛小鲜肉 小鲜肉 对吧老师说这句话呢 你的老干部还是还是很有市场的 啊不是我是回国肉 老干部 是所以呢这个新春嘉年华呢 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全部啊 当天都会在现场啊 嗯 各位一定要来跟我们这个大家见见面 最主要是我们很想很想见大家 很感谢大家真的 对 要没有人听没有人看的话没意义啊 对对对 有人骂有人赏识这才开心 我们呢平常做这个电视跟广播啊 就我们两个人呢实际上呢 是关在一个房间里对那个镜头呢在说话 猜想大家哎 这个听众打电话来 我常常有人打call in 进来的时候 我就在想这个人大概有一米八哦 然后呢 声音浑厚的一米八 对对对对对对哦那个我常常会想 那个那个讲话那个人是什么样的外形 但是呢常常啊我过去经验 在那个新春嘉年华见到 他讲大家现在都是内行人啊 你知道见面都干嘛 报密码 譬如说呢这个92545 他说他走过来跟我说 David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说不知道我是9245 哎我说哦哦哦你知道 哎好有趣哦 上次我就碰到好几个人过来跟我报秘语 通关秘语 我是什么 我回去看一下啊 对8009对不对 5599啊这个7828 但是你作为就是你感觉还是蛮暖心的吧 那么多人支持我突然他讲话我说啊我知道你上次讲那个话题突然之间呢顿时间啊好像老友相见 对对对这个6918的朋友啊他说这个最近台湾飞碟节目转播噪声很大了哈打服务台还是有几次了至今没有改善 好这个飞碟的这个困难我们尽量克服对啊这个确实了最近飞碟的讯号是不太好但是我们来快点努力改进嗯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是那中华电视网也在这里呢期待2019年1月19号在青春嘉年皇当中见到大家对好那我们稍后休息待会继续新闻金日谈我们一会见一会见 听众哥观众你好欢迎回到新闻金日谈我是David正经纬 大家好我是Summer是既然呢讲到这个假日啊即将来到啊就要跟各位谈谈天气 对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呢随着一个复杂的低压系统是在纽西兰的上控运行 MyService呢已经是发布了恶劣的天气预警并对南岛的降雨和大风做出了警告 新西兰气象局的气象学家表示希望新西兰在本周的各地潮湿的天气是不会影响到圣诞的气氛 那么Westland和辖湾部分地区呢是已经发布了暴雨警告 岛上内陆地区呢也发布了强风警报 星期三和星期四大雨呢将是席卷整个北岛 周五呢随着第一气压向东移动 全国各地呢也是有正雨 MyService在一份声明当中解释说了 周四南岛上空的一道低压槽在新西兰中部和北部上空缓慢的向东北移动 低压槽呢是位于新西兰的东部 然后在周五一个新的低压系统呢也将会从这个塔斯曼海接近新西兰 预计在周末将在全国各地为一些地区带来大雨 所以说看样子啊这个圣诞节期间的天气也不是说那么那么的完美 是那看起来今年的圣诞节天气呢这个不太好 但是呢这个所以各位出门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 安全开车 但是有是不是有一种说法是说12月份的天气不是说特别好 1月可能就要热一点呢 会 应该是有这种吧 电风扇准备好 因为好像没有夏天的感觉就是还是很潮湿 对今年的12月是雨水也比较多一点 加上圣诞节呢往常啊有过我印象中大概有过那么一两次啊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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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排一下自己的聖誕行程 是免得到時候你會進退兩晚 到時候路也不好開 這個要跟大家特別提醒一下 在這時候 那天氣不好 當然這個沒有辦法改變 但是心情可以改變 變好一點 自嗨 自嗨一下 因為難得休假 大家還是要放下工作 因為華人大家都很忙 為了事業打拼 但是在這個假日 為了孩子為了家人 一定要放下工作陪陪他們 多陪一點 對很多時候 大家如果單身的人士的話 就可能想和自己的朋友一起 比如說男人吃吃飯 但有家庭的朋友們還是覺得說 聖誕是一個 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度過的一個節日 因為很多尤其是男人 常常覺得說為了家庭 我在外面打拼 努力賺錢 你們必須知道我很辛苦 可是孩子他不太能理解 他希望是爸爸能夠陪他 哪怕是一起做餅乾 比如說聖誕節 他們不知道做餅乾嗎 像那個取奇餅 哪怕你跟他做一次餅乾 他一輩子記住 他小的時候呢 聖誕節 他爸爸跟他一起做餅乾 雖然失敗 那那個感覺會在 因為我特別記得 小時候 在國內的話寫作文 然後就是最難忘的一件事 最怎麼樣的一件事 其實小時候 你這些難忘的事情 都是和爸爸媽媽 你都還記得一一二二給有記憶錢 所以說盡量趁孩子 比如說還小的時候 和他們創造一些值得回 就是回味的一些回憶 因為給他留下美好的童年回憶 不然他長大呢 想的時候 我小的時候我爸爸 好像天天都在外面加班 對不對 那就沒有辦法有那種親子感情 所以呢各位呢 天氣不好 就在家裡烤餅乾啊 其實那個曲奇餅超好做 就是奶油啦 糖啦 麵粉 蛋啦 你女兒有做過 我們來分享過耶 真的喔 你女兒上次做的 對對對 是你跟他一起做的嗎 我一般在旁邊當小助手 小助手 因為女孩子嘛 比較會 心細 烘焙啊 什麼這些 他們比較有興趣 所以呢 這個父母啊 家長可以利用這段時間 好好一起陪陪孩子 最重要 如果說下雨啊 我們不能出去 不要看電視 不要滑手機 千萬不要滑手機 對不對 因為你滑手機 你叫孩子不要玩 他覺得說 沒有說服力 太不公平了 對不對 你說我們做餅乾 對不對 雖然會搞得有點亂 就是其實 沒有好回憶 對 因為很多現在我覺得 蠻悲哀的一個現象就是 你要小孩子不要吵 就給他一個iPad 或者是手機 其實這 仔細一想其實很難過 這些事情 他沒有回憶 將來不會有回憶 他只記得卡通啊那些東西 對 所以一定要讓他 小豬佩奇 比爸爸媽媽還輕 對 那個曲奇餅的那個食譜 Recipe 各位上網 隨便Google一下就有 很簡單 其實基本上 就奶油麵粉 雞蛋糖 這四樣東西 就搞定了 是所以說 我們也是在這個 惡劣的天氣下 找事做 給大家一份聖誕節 做事清單 那不能帶孩子打麻將嘛 對不對 一定要做餅乾 對不對 一起這樣輕鬆一下 好 那講到這裡 我們稍稍休息 待會回來之後呢 來看看英國脫歐啊 到底現在進度 對特雷沙美啊 來說有沒有突破的機會 好嗎 我們一會見 大家好 我是Summer 那在節目的最後一段呢 我們要跟各位來談談 現在在英國啊 大概頭最痛的人 梅姨 是 英國首相特雷沙梅呢 是在18號召開了內閣的會議 加緊準備無協議脫歐 是與會成員同意進入 無協議脫歐的備戰狀態 並討論梅姨提出的三種 這個應對方案 內閣同意說撥款20億英鎊 給相關部門應變 並寄出14萬封信給企業界 說明政府的立場 特雷沙梅17號表示 政府正在準備無協議脫歐 內閣正在討論下一個階段 確保英國準備好應對各種的情況 那麼梅姨17號對國會議員發表演說時 表示將會安排國會在下月14號 當週表決脫歐協議 對此呢 英國廣播公司的首席政治記者就表示說 雖然這一次針對梅姨的不信任案 即使通過也不會導致政府瓦解 但是如果工黨贏了 梅姨的微信會進一步削弱 可能會導致反對黨提出 針對政府的不信任案 引發提前大選 是的 那當然呢 各位都知道呢 特雷沙梅現在是英國的首相 是 那英國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關於脫歐 其實脫歐呢 現在走到一個困難的地方 就是分手費嘛 我們講的 但是現在看起來這分手費啊 跟歐盟談的是大概在350億左右 英鎊 英國必須支付的 但是現在國會看起來只給他 20億英鎊 對 這怎麼做呢 這個 還差330億 對方跟對方談的價碼 成交價是350億 已經是七砍八砍 回頭呢 跟國會要錢的時候 我不會說20億 你看得辦 對不對 這個不知道該去 怎麼講 如果給個300億嘛 對不對 還有一點再轉還一下 給個20億 有一種比如說討價還價的 你要給出一個 雙方都覺得這個是一個誠意的價格 但是現在我們看起來 20億和別人要求的350億 差距甚遠 這個有一點這個脫歐 就進入了一個困局啊 所以有些人說呢 這個特雷沙梅會不會下台 其實說穿著 無可取代 更是無人願取代 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無人願取代 沒有人去取代 你坐他這個位置 你再來就是 就準備啊 戴著鋼盔穿仿彈衣 其實給出了這個350億 這個是不是就是說 大家不想要他們脫歐的一個價碼 也不是 因為歐盟跟他算過嘛 你當初譬如說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基礎建設工程啊 分配款啊 還有什麼以後這些員工的退職金什麼 大家當初都講好也算過 基本上特雷沙梅這邊的保守黨是同意啊 這個價碼 因為最早估計啊 要500億 但後來呢 談談談大概也七減八扣啊 看人情啊 什麼講到最後 大概最後說好 啊一口價 350了不講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榮克那天不是歐盟的主席出來說 這是最後一個 不再會有 這是最後一個 意思說350啊 就沒得談啊 不能再減啊 再減就不行 因為增加別的國家負擔 好了 結果他回頭人家說 啊350沒有 20 對不對 你們怎麼去 拿20去 對方說塞牙縫啊 也不夠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特雷沙梅啊 就有點想到當年啊 這個香港回歸的英國首相 薩奇爾 薩奇爾夫人 薩奇爾夫人 他們兩個其實是 都是碰到那種 其實說句不好聽 兩個都撞鐵板 跑跑跑去往鐵板上撞 都是那種歷史遺留下來很久的那種問題 英國當年啊 這個香港要回歸 九七要回歸 抱歉 在九七回歸前很多年啊 其實中英雙方 就在談 英國那時候說呢 好九七啊 可以回歸 但是呢 你要簽一個約 委託我英國啊 繼續管理 對不對 你中國 沒問題 我回歸了 這個合約嘛 當初那個租借約 到了對不對 但是再續約 就像租房子 再續約 由我英國託管 讓託管給我英國 我繼續幫你管 鄧小平當初說啊 那不談了那沒得講 對不對 聽說這個中英雙方啊 來來去去啊 弄了很久 嗯 最後英國聽說啊 這個 那個 這個叫什麼 撒氣爾夫人 撒氣爾 因為我們就講 撒氣爾 撒氣爾 一樣 翻譯的不太一樣 他呢聽說到人民大會堂 跟鄧小平談判 去見面 嗯 談談到鄧小平喔 很堅持的說 這個你不還啊 我們將來啊 就不談了 那我怎麼拿回來呢 那就是我的事了 換句話講 就說 軟的不行呢 咱們就來硬的 聽說那個 撒氣爾當時啊 嗯 愣了一下 他想說啊 這個中國要跟我打欸 幹仗了 對不對 他以為想中國一定會說 嗯 那好吧 再拖你50年 對不對 或者20年 在那個年份上討論 結果呢 他走出人民大會堂啊 一晃神 在階梯上 在一個跟斗啊 撒氣爾夫人 嗯 為什麼就是因為 腦子一直想說怎麼辦 懵了 走出去 再一個跟斗 那最後沒辦法 要還 好 英國就答應 就派了一個叫彭定康當總督 彭定康一來呢 就說啊 我要蓋機場 要把這個 要蓋機場花很多錢啊 就要把香港所有的 這個 就是 不能叫國庫啊 就是他的財政銀額 嗯 花光 財政銀額花光 我蓋機場 那中國就一想說 開玩笑 那你還給我香港是一窮二白 那你也太狠了嘛 嗯 對不對 你把錢花光 說好 那拿去啊 拿去啊 沒錢 對不對 這怎麼行 所以就卡在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怎麼辦 那結果就是 這個 聽說中方啊 嗯 就說 因為你蓋機場 你不可能全額嘛 一定要貸款 中國就 就跟這個 說的銀行說 我將來啊 九七之後 是要還給我 對不對 你們借的錢啊 這個香港政府 跟你們借的錢啊 港都借的錢啊 我不保證啊 將來我能還啊 我先說 我寄 就是我接回來 但是還錢的是 不敢我 對不對 聽說說銀行都跟那個香港 彭定康說 彭大哥啊 這個錢啊 咱們再說吧 我不敢借啊 萬一將來啊 你走了 中方不認 對 對不對 機場也蓋了 那我們不就變得那個 對不對 賠了富人又折兵 對啊 所以後來啊 逼得最後英國啊 跟這個中方 繼續談判 嗯 然後再回歸香港 九七的時候呢 才留下了 兩千多億港幣 是 本來只有一千億啊 對不對 多了啊 所以那個 那個當時的那個 那個 柴切爾說真的 嗯 就在一個香港回歸上 就像今天的特雷沙梅 對 真的是撞了那個 牆壁啊 對但是如果說 能夠在他們的任期之內 欸 很好的解決 或解決得非常好 那就名留青史 青史 但是 對了 但 香港回歸嘛 也算回歸啦 當然這個 中方沒有需要 這個派這個 聽說原來呢 這個 香港這邊 英方說啊 嗯 好這個回歸可以 你不可以派軍隊過來 那 中方說我不派軍隊 怎麼保護香港呢 嗯 他說那派也可以 換個名字 不能叫解放軍 對不對 換個名字 中國說哪有這回事 我一個 國家 對不對 兩套軍隊不行 不行 對 所以當然這個中間的來來去去啊 最終香港在 三十年前吧 九七 三十多年前吧 回歸了 回歸了 對不對 三十年過去了 特雷沙梅呢 又走到了這個瓶頸 這也就是啊 英國一直在國際外交局勢上的困境 當年 色切爾夫人啊 打那個馬島戰爭 多牛啊 打阿根廷啊 多遠 當時啊 聽說去打馬島 嗯 他就叫那個將軍來說 我們那個馬島被佔啊 台灣叫福克蘭群島 有人翻成馬島 馬島 他就問那個將軍說 我們現在派兵去 阿根廷把我們的那個島給佔了 要多久 那將軍說報告 首相要一周 他說一周你們怎麼去呢 他說那個有一萬八千公里啊 對不對 大部隊啊 要拉去 你要帶兵嘛 船嘛 潛水艇嘛 飛機嘛 設備 一個禮拜已經很快了 對不對 聽說好 出發 所以很快就去了 後來打馬島 打贏啊 打贏了色切爾 後來在隔年的選舉就勝了 他本來差點要下台 接著呢 他中英啊 談判香港回歸 撞到鐵板 據說歷史來看啊 這個香港回歸 英國算輸了 他做的 他原來想玩的那些 到最後都沒完成 對不對 但特雷沙沒脫歐呢 現在看起來挺坎坷 沒辦法是雙贏的局面 因為國會現在定在 本來啊 特雷沙沒說 好 1月14號我們投票 看我們英國國會啊 通通過這個就是 350億的版本 對 但聽說工黨 英國工黨說啊 在野黨 說聖誕節前吧 幹嘛等1月14號 就搞他嘛 對不對 一定怕他過 他一定沒辦法過嘛 沒辦法過 你就不能夠 去以350億的代價 跟歐盟啊 去談判下去了 壓力太大了 對不對 這頭要照顧 把自己的內部搞定 外面呢 要去把那所有的這個 歐盟這邊搞定 因為你硬脫歐 你最後啊 對英國的將來邊界問題 艾爾蘭的北愛的問題 這個 因為北愛現在一直想獨立 對不對 艾爾蘭是屬於歐盟的成員國啊 對不對 因為現在邊界的問題 將來人員流動的問題 哇 簽證的問題 一個頭十個大 所以硬脫歐英國啊 絕對垮台 對不對 只有軟脫歐 軟脫歐的代價 350億 嗯 就所以說現在 特雷莎沒 他是穩坐這個位置 但是的話 也沒有人想要去做這個位置 來來來 就是無可取代 更是無人願取代 對 你現在問誰要當英國首相 絕對沒有人要 對啊 對不對 誰去 都是個爛攤子 對 對 這只是一個 但是這個問題呢 你也不能不去解決 現在全世界都在看你 對不對 美國 他也在看 你怎麼玩 對不對 所以說政治 如果真的是要做出一點成績的話 這不容易 前兩天 馬克龍啊 看到英國脫歐啊 搞得灰頭土臉 其實啊 他高興的很 因為法國在歐盟呢 就可以當大哥 對不對 因為默克爾要下台了嘛 要交棒 就沒想到呢 黃背心 嘿嘿 他也好不到哪去 所以呢 所以有的時候人啊 不要看人家笑話 對不對 他那時候法國應該說 姐啊 我挺你 我幫助你 我借你錢 對不對 因為英法他們本來就是 主備那個血緣那個很緊密 那如果說法國幫了英國 那民眾更看不下去 說不定更暴動 哈哈哈哈 黃背心都來了 那都黃背心 英國這邊的也來了 是 所以呢這個國際政治呢 非常有趣啊 嗯 在本週的開始 這個新聞點評啊 我們會針對 年中的十大國際事件呢 在本週還有下週 跟各位來分享 好不好 到時候歡迎收聽 記得提醒你一個 你答應過有一個聽眾 下下就要講 那個分手費 分手費 有有有有有有 我在下週 下週的新聞點評 好 一定告訴你分手費 好嗎 那我其實剛也講了 就是要蓋那個 好嗎 那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收聽收看 我們就明天再見 明天再見 拜拜